那今天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什么菜 你看我这一堆什么 哎呦 猫猫 哎呀 真不是 这个是夏天 华北甚至东北地区孩子的噩梦 摘也摘不完 吃也吃不完 我们还有一个豆角之歌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怎么看 豆椒呀 豆椒 不是呀 不是啊 早晨酸豆娟 中午超豆娟 晚上家店秃豆滋 茄子回豆娟 早晨酸豆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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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妈呀 又整这老鞋豆角的 一台三顿豆角的 一个土豆的 一个茄子 还有五盒子 这啥想等个八人 是得轮着折磨的我呀 那我今天做一个 你的菜名里边都没有的 都没有的 对 我今天来一个咋喂豆菊 你不喂什么豆菊 豆菊 菊 外婆菜炒豆角 我把这豆菊给它做成了这个 你看看 酸豆菊 全网勤炒蛋网红食材 豆菊 有何新鲜做法 超级下饭 喝 喝 家伙 下饭神菜 是不是 鸡蛋炒成肉 油温有讲究 热油炒鸡蛋炒块 冷油炒鸡蛋炒沫 外婆菜遇上豆角 仅需这一步 米饭马上吃光光 哎呦 这道菜呀 丢碗面条 来碗米饭都很待见 十分钟快速下饭菜 开炒 我们再来点更新鲜的 再来点四季豆 那没问题 走 咱俩去 我带你去买菜去 你带我去 走 这边是卖菜的 来 哪个是扁豆 白鱼 这个白鱼豆 这个呢 白鱼豆 这个叫毛豆 毛豆长老了以后是什么 毛豆长老毛豆 毛豆长老了就是黄豆 这叫什么呀 是荷兰豆 这不叫荷兰豆 这叫甜豆 甜豆 这个连皮都能吃 而且是脆口的 里边呢豆也很饱满 那荷兰豆长什么样 这个 这是甜豆 把这段给我留下 这是荷兰豆 但是他们家这荷兰豆 长得有点太老了 长得都跟甜豆似的 这是温州的荷兰豆 这真像甜豆长得有点 咱们这里的荷兰豆 都是素素的甜 对对对 我们南方的荷兰豆 是胖的 炒起来是脆的 里面有肉 豆香味濃郁 跟我们北方的还不一样 不一样 您这儿的菜都是以南方的为主吗 南方这80是从南方荷兰 主点也都是我们自己的老乡 你是哪里人 温州的 甜豆可以做凉菜 也可以直接清炒 这个呢 白匾豆一般炖肉 红烧肉什么的里边 夹这白匾豆 这个荷兰豆 一般都是什么青草荷兰豆 这些 这毛豆就不用说了吧 花毛一体 花生在旁边 对 今天我们要炒一个外婆菜 匾豆嚼炒哪个 一般是使用这个豆嚼 四级豆 怎么挑好坏知道吗 挑的是什么呀 上边没有麻点 这匾豆你看 上面一有这种点 这匾豆就怎么样 时间长了正面 然后怎么挑扁豆呢 我跟你说啊 特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一掘看有没有丝 看到没有 没丝 这扁豆就证明是嫩的 以前我经常帮我妈这样 弄了半天 我们买的都是老的 对 你经常那样 就是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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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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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所以呢现在啊 现在这个食材好了 所以咱们来做 都不摘菜了 做菜不是不摘 一会儿我教你怎么一把一把的摘 一把一把的 来一斤这个好不好 暖暖的味道为大家提供食样健康专项活动 快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4000003719 可免费领取中老年健康问题改善新方法 和健康问题改善产品一套 现在这个四季豆呢这个很嫩 是不是 就硬进嘛 对 我们摘都这个不用摘 所以怎么样来把它一下子 就给它做好了 对 您刚才说要一下子全摘了 对 怎么全摘了呢 切一刀呗 就这么切 这么对 然后切这条 这多费劲啊 你看你这还不齐 那怎么办 我告诉你吧 这对齐吧 就拿这边虚着拿着 这边拿刀一流 全都味齐 对吧 给它一刀 因为没有丝 所以切了头就行了 对 倒过来它一下就全都切 一下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一切 这个炒这个菜呢 一定要怎么办呢 把这个豆角给它切碎 切碎以后呢 拌饭吃特别棒 这一份炒完以后 一大盘子 我跟你说十个人吃都口 一个人干三碗饭 对 豆角然后给它直接的 顶刀就切成这种末朵 何老师我一直不知道 这个姜豆变成酸豆角 这个能自己在家泡 或者怎么解答 就跟那个四川的 这个泡酸菜是一样的 怎么自己在家自制酸豆角的方法 其实细节点很多啊 拿出手机扫名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豆角 就可以看到这个小方法了 关键是呢 大家千万不要那什么 说它不酸怎么办 很多人割白醋 那割白醋那叫醋精泡的 所以不要放醋 让它自然发酵才好吃 它这个酸味 其实不是醋来的 是自己发酵来的 对 这道菜呢你看啊 刀工上面来讲 并不很讲究 只要把它切得 基本上大小均匀一致就行 尽量让它碎一点 好了 那么甭管你泡多长时间 切完以后也要 稍微尝一下 尝一尝它的咸度是什么样 一会儿我们放多少盐的问题 都根据它来的 你帮我把鸡蛋磕了 好吧 咱们因为又要炒鸡蛋 鸡蛋要在里边充当一个什么 你知道吗 充当一个肉沫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把鸡蛋炒得怎么样 一定要有一点韧性 这里边就有一定的技巧了 今天我们这个不放肉 但是用三只鸡蛋 让你吃出这个肉香的味道 这个鸡蛋怎么炒 它能既有韧性 又有点肉的质感 还容易入味呢 咱们想提前知道的话 可以拿出手机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豆角 就可以提前获知了 这里边不放盐 当然要放一样东西 要让它盛肉 要放什么 要让它盛肉 放一点白胡椒 那不是 淀粉 对 加它的韧性 它就盛着肉的这种感觉了 你先放 你先把它淀粉 得调水 那叫水淀粉 你不调水 你试试 你要能把这淀粉 给我给它打到一块 我算你有本事 你来 你就直接放里边 其实这道菜我宁可做不成 我也让观众们跟我们看一看 这淀粉直接加里边什么样 加 那我给刷鸡蛋 是弄成了有点多 你不是罚你 你去买去 真不能往里加 加进去以后根本打不开 里边全是淀粉搁的 所以这个 你就是搁多少水 得把这淀粉先给它卸开了 好 够了够了 多了以后这个鸡蛋就水了 要的是让它起韧性 你搁多了水 好成水炒蛋了 那不是更嫩的吗 你打鸡蛋 我来拍算好不好 咱们俩 嘎嘎嘎嘎嘎嘎嘎 嘎嘎嘎嘎 嘎嘎嘎嘎 来 准备 开始 携手曲子吧 添点词吧 劈啦啪啦 一个菜 一个菜 来吧 咱们在你那打着 我们就可以开始炒了 这个你别看 又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这一大锅炒完以后 倍儿棒 倍儿棒 但是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步是先干什么的 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是先干什么 先炒鸡蛋 是不是 但是这个不能先炒鸡蛋 因为先炒鸡蛋以后 这豆角它熟不了 所以我们要先把豆角炒 炒完豆角再炒鸡蛋 来吧 下面咱们就可以 开始点火了 合作 刚才我们说这是一道 特别快速的菜 夏天大家都不愿 在厨房里待着 而且这道菜不仅快速 还能让你一下 干了三碗大米饭 没错 那这道菜到底怎么做呢 如果你想提前知道的话 拿出手机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在对话框中输入豆角 就可以看到全过程了 做这个豆角 想让它快速成熟 有一个小妙招 这点盐拌在豆角里边 这样利用盐的作用呢 把它的水气迅速杀出来 然后还要注意一点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加盖 加盖一焖 这个就特别快的熟的 明白了 先加盐 然后入锅翻炒几下 迅速盖盖 对 这道菜呢 是一道非常非常下饭的菜 下饭神器 这一焖你看 它立刻就塌烟变色 水气也完全出来了 没错 这个确实 这四季豆里面有扁豆碱 如果不熟的话 吃了容易中毒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火候 为了保证它呢 更加的安全可靠 所以在炒制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干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先来一点蒜 跟这个豆角一起 豆角跟蒜最配了 对 它这个蒜是干嘛的呢 干嘛的呢 就是消灭这个扁豆碱的 这蒜味一出来好香啊 不一样的感觉 是了是了 对不对 来 因为本身切的小 再有我们这个盐和蒜的这个作用 所以再加上这一焖 这扁豆就快熟了 然后呢我们先把它捞出来 正常一个四季豆的话 在锅里多长时间就算熟了 这么大小的 差不多有个三四分钟吧 但是我们这也就两分钟 因为一会儿还要炒呢 明白 所以这个过程呢 也是得一熟制的过程 往这儿一搁就行了 这个锅呢我们刷干净了 然后下面直接锅里边倒点油 先来炒鸡蛋 炒鸡蛋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 就是不要让这油太热 太热是什么 炒块 太凉呢是炒末 然后我们呢 是因为要炒成这个肉的形状 所以让它温油下锅就可以 下锅以后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迅速地搅动 这个搅动是怎么搅呢 这个不要转圈横着滑了 横滑了 您说这个温油是指多少呀 温油呢差不多是两三瓶肉 两三瓶肉 滑开以后不停地搅动啊 这样呢它还能成我们这个 锯状的感觉 对 成为肉的感觉 热油炒鸡蛋炒块 冷油炒鸡蛋炒末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二三层油温的下鸡蛋 不停滑来的过程中就有一种肉的质感了 没错 看这不就出来了 这有种韧性啊 对 因为有那点淀粉的作用 它还有韧性 看啊 这都是妙招 先炒豆角 再炒鸡蛋 然后呢再继续让鸡蛋啊干嘛呢 给豆角加热 往上边一吐 对 继续给豆角加热 好的 然后下面我们就开始直接的一气合成了 好 暖暖的味道为大家提供食样健康专项活动 快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400-000-3719 可免费领取中老年健康问题改善新方法 和健康问题改善产品一套 来点油 先把辣酱加进去 这是一个带辣口的 对 今天何大厨给大家做了一个豆角的新吃法 而且用了不同两种的豆角 一种是酸豆角 一种是四季豆 这个菜可以说是巨下饭无比 那夏天正是豆角应季的时间 如果你们家那边很多豆角的话 我们暖暖的味道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个 豆角吃法的大全 如果想获得更多的豆角吃法 可以拿着手机 扫描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在就话框中输入豆角 就可以点击获取了 炒辣酱的时候要搁什么 要来点料酒 拿料酒当水 这个酿造辣酱过程当中的一些异味 就会规发掉 然后把它炒香 香味出来以后 没有辣酱的那个生性味了 然后我们放谁呢 放葱姜蒜 把葱姜蒜全都给它放进去 这又穿菜打底的味道了 没错 放完葱姜蒜就放我们的外婆菜 你说这能不下饭吗 有咸鲜也有了 这个就是一定要这些东西下去以后 要反复地炒 把它炒香 炒香以后 然后再加入咱们的酸豆角 这个顺序不要混了 一定要按照这顺序 一步一步地来 放进把它合成一体了之后 就是下饭神器 没错 这道菜它不光是下饭 还要让它味道的这样特别的充盈 然后我们再把它扁豆和鸡蛋 放进去 这道菜 我今天就是吃饱了 我要是没吃饭 你给我碗面条 来碗米饭都很带劲 这个配面条也很好 来一点水 要稍微一烧制那种感觉 稍微一烧制 一焖制 然后盐我们就意思一下来点 因为辣酱这个全是咸的 是的 然后我们来一点白糖 和一下味 是吧 这里边要给一点点的小酱油 增加一点齿香味 然后 我们最好再盖一下盖 稍微焖一下 可以 这个焖多让人家不用长 大约有个15秒钟 你拨一口拨的时间 我拨一口拨 给我口了 那我能不拨吗 这道菜马上就要出菜了 是不是没有见过这样豆角的做法 而且真的看着就觉得垂涎三尺 想来一碗饭 如果你也想知道 这个做菜的整个步骤的话 可以拿出手机扫描 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在电话框中输入豆角 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过程了 熟了 这时候我们把它稍微一翻炒 看看再进不再进 走你 这颠熟 地道齐活了您的 喝 喝家伙 这下饭神菜是不是 真是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下饭神菜 外婆菜炒豆角 好 上菜 多你